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大家都很關心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這個補助呢 我們要請朱老師帶我們看 現在雷蒙多已經說了 現在很多公司提出申請 這個金額超過700億美元 那台積電的部分 會不會拿得比較少 這幾乎是確定的事情 只是少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不敢講 因為這個雷蒙多自己就說了 會遠低於你原本要申請的金額 我們要記到一個數字 原本美國的承諾是 你投資金額10到15% 所以台積電來說 他第一期投資120億美金 所以下限10%來說 你就是12億美金 大家就等著看台積電 能不能拿到12億美金 好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全部申請這麼多 結果你只有280億的扣檔 你怎麼辦 那你要不要追加 你看人家日本 人家是一直追加 所以這就是個問題 再你看你的目標要升 2030年要20%的尖端晶片 我們都用7奈米 當作尖端晶片的標準 我去查了一下 IDC知名的這個市調機構 美國去年只1% 現在多少2024年 6年內你要變20% 高科林有夢最美 再來我們看到三個大佬 你一定知道要知道的 林本堅 除了他之前在台積電的 這個研發副總之外 他現在也是清華大學的 半導體研究院的院長 那另外兩個就不念了 他說真的 這個美國晶片法案 有個大問題 有很大的問題 第二 他說 如果台積電不再關注 未來台積電可能實力會做的 這個是比較不可能 台積電怎麼可能不再創新 所以這個我們不管 可是第二件事情 那這必然的事情 因為 減少對台灣投資 那勢必的 我現在要投資美國 要投資日本 未來又要台積德國 那一定會有排體效應 這是必然的事情 再來有沒有可能 這件事情發生不再是籠頭 當然短時間不可能 可是長時間 美國的態度非常明顯 我要同時扶植其他人 對